熱血製造 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而當中我們經歷過催淚彈 當中我們經歷過黑社會打人 有很多人頭破血流 就像剛才偉先生說 被人打斷了一隻手 有警察受傷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因此受到驚嚇恐懼 但這個運動還在 對於這個抗日持久 或者往後後續下去會怎樣 我覺得有很多東西值得去考慮 但是不是我去考慮 是政府去考慮 因為怎樣去修科 是政府的責任來的 搞到現在遍地都是佔領 就證明民怨沸騰 而民怨沸騰不是學聯發動的 民怨沸騰不是某個組織發動的 民怨沸騰不是來自於黎智英或者黃陽達 說一句話 大家民怨就沸騰的 而是梁振英真是搞到我們很生氣 那他們搞到我們很生氣 然後搞到周圍遍地開花 遍地開花就是一個很好聽的說法 實質上用廣東話的說法就是周圍 賴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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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怎麼說 那當然是他的責任 對不對 首先原理就是他的責任 這是第一 第二 第二 我自己都組織不同的遊行集會 當然現在這個規模 是沒有任何人可以計劃出來 沒有任何人可以組織出來 沒有人想過會發展到這樣的地步 我不斷都用這個用語 現在這個規模 是有今生無來世的了 在香港的 30年都不會再會出現一個 這麼大規模的街頭運動 如我們現在輕然退卻的話 我們就會變成了 進入一個 前所未有這麼大規模的 政治冷感的時代 大家會很失望的 你想一下 剛才有個人 有位朋友出來說 他沒有登記過做選民的 他連投票都沒有投過 一來就佔領了 你明白嗎 那個前度就等於有一個人 他從來不跑步一來就馬拉松了 他從來都不投票一來就佔領了 你想一下多厲害 是不是 那個公民醒覺的程度是突變 基因突變的程度 所以這個機會 所以你說如果一般的情況來講 大家討論就是說 這個運動 慢慢蔓延下去 會有很多困難很多難度 但是我會用一個比較 比較是 我自己是 比較 你可以說浪漫一些的想法 我自己覺得 在我們 我今年35歲 我今年35歲 我覺得我終其一生 我不會見得回一個這樣的運動 你當然是拿著命出來拼搏 現在 沒有了這一次 下次你就反握不了 這個是歷史的時刻 你們現在參與這個歷史 你怎麼可以放棄 你想一下 有很多人會跟我說 那我都要做的 黃先生 我都要上班的 我只問一個問題 我只問一個問題 30年之後 30年之後 梁振英繼續做特首 然後你的孫子問你 阿爸 不是你的孫子 阿爺 你那天幹嘛上班 你繼續佔領在這裏 今天就沒有選 那你怎麼面對孫子呢 是不是 我們沒有把握 會再有一次這樣的規模的運動 還有你想像一下 你想像一下 再舉一個例子 有些朋友 他連選民登記都沒有做 但是今天已經來了佔領 他是出了一切的 如果你今天跟他說 我們雖然什麼都爭取不了 但我們埋下了民主的總子 大好粗啊大哥 是不是 我要總子來發鬼 如果他不發牙 我要發牙才行的 是不是 老怪都想到他發牙 現在 因為我們沒有下次機會的 不是 就是當然了 這個歷史會不斷向前 民主最終會勝利 但是 學生哥可能好些 他們會見到 我30幾歲人 我自己覺得 我這一生人 不會再見到有這樣的規模 如果這次不成功的話 我就要託付給我的兒子 但是我又沒有生兒子 那我現在要趕快要封一個出來 很忙的啊大哥 我不如現在搞定他好過 是不是 有很多人跟我說 就是很累的 每天出來佔領 剛才銅鑼灣也有人跟我說 每天出來佔領 很累 累得比你每年七一走出來 我搞定了 每年七一走出來 我就不走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大家堅持 OK 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你的問題 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OK 我給你 問你 回答